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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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算问也是白问 他去找黄矢目 他不得不怀疑那个视频是假的 而且黄矢目为什么会在那天去普武城家 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也是个疑问 还有金灿秀又是怎么回事 故意隐瞒鉴定结果 包庇凶手 原来 普武城曾经是个赞助人 破产后 那些被他招待过的人瞬间跟他撇亲关系 但没想到普武城有那些当权者的把柄 所以被灭口是迟早的事 而普武城的事 金灿秀也知道黄矢目那天去找普武城 是因为普武城准备向他揭发那些腐败的当权者 而他跟金灿秀说和普武城有私人关系的时候 金灿秀露出了轻密的笑 应该是把黄矢目当成了受贿的检察官 他肯定知道普武城的底细 但却没被普武城招待过 他还没那个资格 受贿的事比他职位更高的人 上面的人下令 他只能照做而已 普武城家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 韩汝珍拿出基因鉴定书 在普武城家后面的前栏杆上 发现了普武城的血迹 江师傅绝对没在那个地方出现过 凶手另有其人 黄矢目一点也不惊讶 好像咋都料到了一样 现在看来那个视频肯定也不是真的 这都是陷阱 而黄矢目却上当了 究竟是谁会做到这种地步 又为什么会做到这种地步 他们来到普武城家 出租车还停在那 问过司机师傅后才知道 原来他被人举报了 不能出去营业 所以车才会一直停在这里 被举报的日子是案发三天前 黄矢目若有所思 普武城家旁边有个车库 那里有监控 是个比较老的型号 红色信号都亮了才是工作状态 这只是个摆设而已 他们来到韩汝珍人 发现血迹的地方 凶手应该就是从这里翻过去 然后潜入普武城家 如果当时稍微调查一下 这里肯定可以找到点线索 可惜现在什么都没了 黄矢目觉得举报出租车司机的人 很可疑 就算他不是凶手 也绝对是跟凶手有关的人 这么说的话 凶手也太精明了 把出租车和将师傅都计算在内 而且在这之前 还得先让电视出故障 甚至连黄矢目能找到关键证据都计算在内 黄矢目在脑海里出演案发经过 听到门铃声后 普武城去窗户那查看 从门铃声响起到打开大门需要12秒 凶手出现 三刀干掉普武城 37秒 这样的话 将师傅应该已经进屋目击了杀人现场才对 普武城从窗户离开 凶手直接背后偷袭 杀完人再开门 这样也不对 韩汝真也翻了进来 黄矢目还在出演现场 他已经试了很多种方法 都不现实际 那真相只有一个 在门铃响的时候 普武城已经死了 出租车拍到的人并不是普武城 黄矢目已经明白自己被人利用了 如果案发当时他没有来找普武城 调查就不会结束的 这么快 真凶或许就落网了 如果他也是真凶计划中的一环 真凶就太可怕了 他要把他计算在内 就得事先知道他会来这里 普武城挂到他的电话后 立刻联系来路 LCJ白在外 LCJ指的就是次长 如果这一切都是次长设计的 那就说得过去了 另外还有一点那天 江师傅要是没来这里的话 被诬陷的人就变成了黄矢目 或者黄矢目比江师傅 早到几分钟的话 他就会成为凶手 而且也会像江师傅那样说 打开门进来后人已经死了 不过这些都只是假设 真相被隐藏得太深 韩汝珍现在掌握着关键证据 只要一爆出来 江师傅被冤枉的事就坐实了 到时候这件案子 肯定会闹得沸沸扬扬 接受指责是在所难免的 现在到底该怎么做完全取决于 他第二天一大早报纸上的新闻 让刺长久久不能平静 看来今天会是忙碌的一天 他们真最终选择向媒体曝光 一时间 警方和检察院成为众人谴责的对象 金灿秀隐瞒检测结果 也是被逼无奈 他知道会是这种结果 为了不让警察颜面扫地 所以才选择隐瞒事实 韩汝珍也被领导批评 先报告再去爆料不好吗 现场销售的笔记本电脑 就是金灿秀拿走的 韩汝珍把电脑要了回来 可凶手都没带走 这个电脑里面肯定不会有什么线索 检察官黄史木警告过他别碰这个案子 可他却不听 成为众使之地后 他的资料也被扒了出来 原来 他父亲竟然是前长官勇一才记者 各种尖锐的问题让他手足无措 黄史木路过许检察官的办公室时 看到了一个熟人 那个曾在酒店招待次长的姑娘 黄史木来到区检察官的办公室 谎称拿错资料来 重新拿走那个姑娘的资料 而那份资料竟然被藏在最下面去 检察官突然回来 看他激动的样子 好像生怕被黄史木发现 徐检察官怒气冲冲的找他算账 却被次长臭骂一顿 内部调查马上就开始了 但他们得保住黄史木 万一黄史木乱说的话 他们就完蛋了 事情本该再将师傅那就结束的 可现在就到了这种地步 唯一的办法就是牺牲永恩秀 案子是永恩秀负责的 虽然有点可惜 但这个锅只能让他背了 其实徐检察官突然开始扫黄 是次长交代的 次长的目的是 让他把那个姑娘找出来 可徐检察官明明找到了那个姑娘 却瞒着次长说 还没找到永恩秀 作为新人检察官舆论的压力 让他几乎崩溃 父亲得知 这件事后都气得准备寻死了 次长把黄史木叫了出来 旁边还有两位同事 次长提醒黄史木 马上就要接受内部调查了 说是内部调查 实际上就是惩戒会 时有八九会被处罚 黄史木炸酱面 刚上来就接到一个电话 得马上回去一趟 给他打电话的是次长 按照现在的情况 肯定要罢免一个人 这是调死路 现任检察长准备进入国会 等他走后 那个位置就是次长的 而次长并没打算放黄史木离去 反而想把三部次长的位置交给他 既然要罢免一个人 那这个人不是黄史木的话 就是永恩秀了 可次长另有人选徐东仔徐检察官 大概是八年前吧 徐东仔又犯老毛病 把最重要的证据藏到最后关头 结果却把案子搞砸了 那时候他跟次长说 是一个脑子不好使的 实习检察官干的 次长并没有起疑 可后来次长发现 那个脑子不好使的检察官 竟然是西部地检最聪明的人 次那个人就是黄史木 这次的案子也很有趣 那个学车记录仪的视频 又是在最后关头拿出来的 次长的这波操作 让黄史木有点摸不着头脑 徐东仔是次长的得力助手 为什么要砍掉自己的手 扶他上位呢 其实很简单 关于普武城的事 他需要黄史木能闭嘴 而黄史木却透露知道 那个姑娘招待他的事 次长的位置 有点小或是梦想坐现在这个位置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摆明了是拒绝次长的好意 而面对如此挑衅 次长竟然不为所动 好了就说到这吧 秘密森林第二集的故事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 这一集说了 黄史木发现了作案的手法 韩汝真将关键的证明 将师父不是凶手的证据 透露给媒体 自长威逼利诱黄史木 想要拉拢他 后面黄史木会如何呢 真相又是什么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集吧 我们下期见